六位选择全国的文博学子 将带着自豪与好奇 自孔子故里启程 深入山东 北上内蒙古 南下浙江 西近云南 凭先贤智慧 谈华夏文明 学习 体验 感悟 切磋 以物为师 以史会有 第二站 内蒙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哪 太棒了 今天请你们吃一顿正宗的猛餐 谢谢师兄 这么一顿丰盛的猛餐 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 先别着急冻筷子 不是那么容易吃到的 因为有几个问题 还需要考究你们一下 张玉帆 咱们现在是在哪 联盟谷自治区 联盟谷自治区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历史上都有哪些民族生活在这里呢 这片广袤的草原 自古就是多民族共存共生的家园 匈奴 林湖 东湖 鲜卑等等等等 除了我们所熟悉的猛园之外 还曾先后建立过不少政权 比如公元916年 由契丹克寒一耶利亚宝基建立的辽 蒙古族的祖先生活在 鄂尔古纳河东岸的猛屋市尾 属于东湖的一支 十三世纪初以起研部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部 统一了蒙古地区各个部 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 成吉思汗名铁木真 姓波尔之金 他出身于蒙古的起研部落 公元1162年铁木真出生 他的童年经历了许多的磨难 44年后 公元1206年 蒙古贵族在沃南河畔召开大会 推显铁木真为大汗 尊称为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之后的大汗呀 是他的三子 叫窝阔台 然后呢 就是窝阔台的长子 桂游 桂游之后的大汗呀 是 田木真 就是成吉思汗的四子 叫托雷的长子 叫做蒙哥 然后接下来即位的呢 就是蒙哥的弟弟 薛禅皇帝 胡比列 他是元氏祖 元朝的开国皇帝 自此元朝共经历了十一位皇帝 看来各位学子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 对当地的一些历史文化也是做了很多的功课和准备 师兄甚感欣慰 小朋友们好 欢迎小朋友们来我们这里做客 一首春天来了 先给你们 谢谢 谢谢 喜欢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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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湖麦知道吗 知道 一个人能放在两个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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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哥 来吃点吧 要不要 别跑啊 你自己吃饭 太可爱了 你不带你回来吧 好吧 好不好 谢谢 没关系 拜拜 拜拜 谢谢 正式开餐 开餐 这是什么呀 好羊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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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好香啊 哇 真香 没有香味 肉很嫩 吃起来清淋有味 肥而不腻 它们比不上包子 包子 是羊肉包子吗 羊肉馅包子 这样什么馅的我也不知道 来 猪肉吧 纯肉馅 张亦凡 也是肉的 肉 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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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直接分对了 分对了 吃到肉的请举手 好 最大一对了 素的再举一下手 五福 订阅和过尔勒 吃到肉馅的就自动成为一对 吃到素馅的自动成为一对 与谁一对都行 但是我还是比较想吃肉包子 管她呢 吃吧 再说呗 肉很嫩 哇 真香香啊 醇厚的奶茶 喷香的羊肉 动听的歌声 热情的笑脸 随着荤素不同的包子 分出了最新的学习小队 就这样 迎在博物馆的内蒙古之情 从舌尖启程 下一站 内蒙古活物院 李老师好 李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李雅杰 我们旁边这两位 是我们这个博物馆的 大家好 我叫恩和来 今年13岁 大家好 我是朵兰图雅 今年10岁了 那咱们就开始出发吧 好 吃了川 鹰山下 天似穹炉 笼盖四雅 几千年来 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 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 交流 碰撞 融合 成长 贯通东西 南来北往 孕育过震惊世界的辉煌 也书写着 大漠孤烟的苍凉 咱们首先先来看 这样一件非常漂亮的文物 你们应该都不陌生了 生物王金冠 我们在这边看到的呢 是我们内蒙古活物院的 镇院之宝之一 鹰顶金冠室 它呢 是于1972年 发现于俄尔多斯 它主要展现的就是熊鹰俯瞰草原 整个呢可以分为灌顶和灌带部分 灌顶有一只展翅欲飞的熊鹰 熊鹰头部与颈部是由绿松石制造而成 而头部颈部与尾部用于金丝相连 所以随着这顶金冠的拥有者的步伐 它的这个金冠的头尾也会徐徐徐征动起来 它上面和下面是分开的 那带的时候是怎么个带法 现在推测呢 是可能中间会有皮质的结构 但是呢经过这个非常多年 这个皮质已经腐化了 它特别重 把你往下压 人就不能动 不能用大幅度的运动 感觉特别威风特别威严 特别的华丽 精美 感觉比较重 所以说不要低头 皇冠会掉 这个是巨像和抽象结合在一起 代表巨像的 就比如说那头鹿 它画得非常像我们现在所说的鹿 如果是抽象画的话 它就一个横线 好 是一个三角形 完了 而且有没有发现这个画 很密集的那种感觉 并且它运用了多个视角 从平视视角 俯视视角 仰视视角 然后用多个视角来绘制了一幅 非常立体的一幅画 对 非常棒 这两只 是像带了个大扇子一样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比较特有的一种 就是那个羊的角 一圈一圈盘着这样 盘羊 对 你看这个羊 看到吗 山羊 这是灵羊 北山羊 北山羊一般都是会爬那种 比较陡峭那种岩壁 对 对 在2017年的最野假期 我们在新疆的那个高原上面 然后去找那个羊头 北山羊头头骨标本 原画 大家一定记住 是人们能够了解到 当时生活在这边的百姓 生活面貌最好的一个方式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正短之宝 小松子造香炉 小松子造香炉 哇 这是青花瓷 青花瓶 这一件是明代时期的马鞍 当时工匠也掌握了非常高的制作弓箭的记忆了 好了 我们要了解草原的这片历史 就要去了解草原民族 要想更深入地了解草原民族 就要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 对不对 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深入地了解 体验一下他们的生活方式 好 来 准备出发 是 了解草原民族的生活方式 从哪开始呢 孩子们有了自己的猜测 大猪猪猫 就是盖他们的住的房子 缝衣不是 剃羊毛 鸡奶 吃奶贝 墨牛粪吧 说起草原人的生活方式 马背上的民族是常用的表述 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中 藏着一座小小的博物馆 这里的藏品告诉大家 马背上的民族是怎么坐在马背上的 两位老师 小朋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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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位是庞大为老师 这边呢 庞大为老师的徒弟 戴华峰老师 戴华峰老师 这边呢 让你们熟悉熟悉 看一看马 好 哇 这么多架 好漂亮 游牧民族从小就在马鞍子上 他看世界 走很远的地方 生活 生产 战争 他都离不开鞍子 庞大为老师 是地地道道的汉族 但对于在呼伦贝尔长大的他来说 马鞍有着特殊的意义 从事蒙古族工艺美术研究 近三十年以来 庞老师收藏 制作马鞍八百瑜伽 在他心中 马鞍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纪念 更是草原人心灵的家园 连起鸡鞠壤 巧劫为万端 曹植明都篇中的鸡鞠 据分析 就是对马球的记载 唐代的壁画上 也生动描绘了 打马球时激烈的场景 马球作为一项运动 在我国已经有近两千年的历史 马球 这是马球吗 就是 好整齐 好帅啊 太棒了 如果这是千人百人的一个骑兵团 那是一个多么壮观的场面啊 你们刚才看到的呢 是咱们那个校马球队 一项常规的马球训练 我是校队的队长 我叫韩伟 韩队长 咱们穿一下装备 同伴们上马都很顺利 此时张玉凡有了新的想法 不如先和马沟通一下感情 老师他什么样是不太高兴 就比如说他耳朵向后的时候 他耳朵他在那个害怕紧张的时候 或者是要生气 他的时候这个时候耳朵是冲这个方向 他开心的时候呢 耳朵冲前 也有可能一个冲前一个冲后 但生气的时候一定是冲后的 你准备上马的时候 他如果耳朵一倍 你可能就不能上了 知道了吧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张玉凡正在准备上马 但是他从马的这边绕到了这边 又从这边绕到了那边 他究竟什么时候呢 他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够上马呢 来 试试了 一 二 走 坐脚踩 对 往上翻 翻 翻 上去 上去 加油 张玉凡 加油 张玉凡 加油 张玉凡 加油 你不想要走 你拉 天哪 你拉 对 拉 拉着 一拉 你看 拉 拉 一拉 停了吧 停了 你再碰碰肚子 太快了 我刚才是 我刚才踢了他两下 踢两下 你再踢两下他就该跑了 我的天哪 碰一下他就走 再碰一下他就比走得快 神经 对 哎 天哪 你们可以来猜测一下 我们后续还有体验的内容 你们觉得会是什么 坐马 鸡马奶 我觉得射箭 就是 不 小狗 小狗 哇 小狗啊 他欢迎你们呢 没事没事 这位老师是咱们诺敏朝鲁老师 陈老师好 欢迎各位同学 好 咱们现在到我那块 简单学习了解一下行吧 好 首先欢迎各位同学 从全国各地 来我们这块宫建制作基地 我这个基地是国家级 废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项目 我是他那个主要传承人 诺敏老师传承蒙古族 传统脚工制作技艺 有二十余年 这一次诺敏老师 为孩子们准备了特别的体验项目 咱们今天你们两个队伍 要每一个人做一支剑 三个考核的标准 每个标准可以由诺敏老师来评判 赢的一队可以得一分 各位同学们回答一下 我这个是个用啥做的 你们能看见 围杆嘛围杆 不是围杆 咋能是围杆 柳树木桃 对了 柳树 第一步我们应该做什么才好 先找柳木桃 对就 好好 你们看这个行吗 你这太稀了 太稀了 这个可以 你这种也可以 这个弯一点是没有事 用柳枝作剑 是草原民族千百年来的传统 今天孩子们将亲身体验 从一段柳枝到一支剑的神奇变化 为了保护每个人的安全 护目镜和防割手套是必不可少的 好 这块的话呢 这个树枝我们要把它剪掉 这个就咱们不要了 多余的就剪掉 多余的咱们剪掉了 慢慢转圈 要考虑危险 这就你看看 齐齐的吧 好贴啊 下一步我们该干啥了 削皮 然后打磨 放在腿上面 那里面你看神经这么刮 把那个里边那个芯白色的出来了 你们自己做吧 我这好难住 我来帮你扶着 俩人互相帮忙 可不可以掰开 我试试 我居然掰开了 我真厉害 毛蹭咱们把它都刮掉 你这个削的速度很快 孤儿乐手中的剑杆上下翻飞 像开了花一样 而旁边的张丁月 却早已削得光滑整洁 与诺明老师画起了家常 从这你这个削剑杆 就可以看出来你以前干过活 可能是爸爸那边 一直都是劳动人 也有可能是骨子里就有 骨子里边也有 你老家还是在城市里边吧 山上的 山上 那个山上也好啊 我就暑假在那学会了 怎么砍玉米杆 你以后想长大干什么呀 想过没有啊 想当老师 因为一家子都是老师 老师 妈妈 然后姥姥 然后爸爸都是老师 都是老师 对 老师是光荣 长大以后 啥都想 对了 只要是能为人民服务的 能为天下人服务的我就想 倒计时 倒计时 我天 能去一步 我销已经差不多了 好嘞 就剩五分钟了 快点 三分钟了 五分谢谢啊 五分钟好厉害啊 我这尽力了 第一个环节的步骤 都已经制作完成了 就得让咱们的老师 给咱们评判一下 你选材料的时候 你就没有考虑到这块 这要是歪的话 你设不准 你这块就给你带来 很大的麻烦 好 我再看看 你站起来 老师教给你的时候 要学会礼貌 学得挺好 好 再看看这位同学的 你看看 他懂得礼貌 你这个有点带毛毛是吧 对 我觉得这一组 应该给一分 你们选材料 出了点问题 有点弯 等会儿就是很难处理的 谢谢诺明老师 谢谢诺明老师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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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的那个天生有缺陷 它的是这样子的 有点抱歉他们 虽然呢 这次比赛我们又输了 但是我觉得没关系 我一定会赢回来 好 我们第二步就要先把这个弓箭给它怎么样 想办法弄直 对不对 那你们来再猜一猜 用什么方法能够把它变成 加入 拿火好 就是那个循子劝学那头就说呢 木直中手 柔以为伦 然后继续 忘记了 那无所谓 对起码你就是记住了 用火 所以你看看 第一 这个我们烫火就来了 在这会儿你们慢慢这么烤一下 你看看 这么过去了 你看这就是直了 越直越好 但是呢 不要过度 过去之后它会啥呀 断了 为了避免燕子因柳条硬伤 影响下一步制作 主持人霍小雷与燕子互换了剑杆 好了 开始吧 烤到烫手为止 烫手你就掰不了了 不能扳得太太使劲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剑放在这个墙上去比 看它直不直 哪里歪了 然后就去火上再烤一烤 第二个办法就是在地上滚 如果它不能正常滚过去 就说明有一个地方歪了 盘它 来盘它 哎 好像动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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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了 不要过度 不要过度 过去之后它会啥呀 断了 哦 真的鎖了 谁的蛇了 我的 李柏林的蛇了 如果你打算送一下一个我们全都帮你 我来负责帮你那个弄 然后他来负责帮你去 太慢了 会拉低团队的分 没事 李柏林 输一盘没事 咱就算赢不了 也不留遗憾 加油李柏林 一时住行都属于草原人民的一种生活方式 吃也很重要 不过这个诺明老师特别交代了说这是他给孩子们准备的一份惊喜 但是呢 诺明老师这会儿正在忙 所以呢 这个惊喜先由我来替他完成 我们中午不会在这吃烤肉吧 这是我的猜测 有点馋 我想去看烤肉 不行 先干完自己再说 我们继续烤不要去看 我们不能受诱惑 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事情干好才能去 只有干好了一件事情要吃肉才舒坦 小雷哥哥 小雷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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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啊 哇 真的是肉串 然后我叔叔就凑硬就跑过去了 然后我已经没心工作了 其实已经飞到烤炉那边去了 这个是诺明老师专门给你们准备的一份小惊喜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来 一人尝一个 咱们体验烤原人民的生活方式 衣食住行都包含在其中 用人的肉串面前 孩子们全然忘记了比赛和分数 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美味过后自然不能忘记打分 你们刚才第二步都挺好 后来最后这个团结上面的 尤其是他 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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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你们三个这个团结 如果你咱从一样一个我们全都帮你 加油 李伯婷 人要包容别人的 我觉得给你们再给一份 好 行不行 下一步都往那剑阔呀 那个剑鱼呀 给你们再稍微嚼一嚼 上剑鱼 挖剑阔 上剑头 在诺明老师的帮助下 孩子们完成了 从一根柳条到一支剑的全过程 接下来 今天的最后一个项目 射剑 每人三剑 累计环数高的一对得分 这个手呢 这么个窝法 这个手必须直直的跟你这个肩同高 你们用这个三个指头拉法吧 轻轻的拉一下 把这个手一放开就行 哇 哇 哇 挣挣红星 我们打红星了 我们挣挣红星 我们挣红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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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比赛 蓝队开始 燕子第一剑 有点遗憾 往下一点 都没准 来 开我们红队的第一个人 五福 有点紧张 没事 没事 慢慢队 不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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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队得两分 肯住 可以的 不是很好 蓝队 射掉 现在的比分 红队2比0领先 好了 蓝队的最后一名队员了 张玉帆 目前比分0比2落后 想要追平或反超 希望都在张玉帆身上了 加油 射中红心 射中红心 射中红心一血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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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高了我往下压 太高了我往下压 不要太紧张 来 不行不行太高了太高了往下 我没说放不要放 我没说放不要放 小伙伴们想出了新的办法 集体瞄准 好 拉拉拉拉在了 拉在了 哎呀 先拉一上 使劲拉先拉 先拉不要放 我没说放不要放 往下 往下压 往右 这是全队的最后一支箭 张玉帆是否能够赶超 就看这最后一箭了 往右一点 往右 再用力一点 好紧张 用力用力 轻轻地拉一下 把这个手一放开就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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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平局也可以啊 二分 二比二 平局之下 大家纷纷把目光 投向了最后一位选手 顾尔勒 如果射中 他们队将胜出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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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 往下 一定要使劲 瞄准了再射 三 二 一 瞄准 使劲 使劲 再往下 再往上一点点 使劲 再往上一点点 一 特别特别紧张 特别紧张 胜夫就在这一局了嘛 张迪月告诉我 四字真言 不要着急 但口头上说着不要着急 其实我心的还是紧张的 别动 别动 往下 往下 往上一点点 一点点 再往这边 再往上一点点 一 再往下一点 好 拉 红队得两分 二分 现在的比分是二比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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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分的结果是不重要的 主要是过程 你在过程中 领会到了什么 从一根柳条到一支箭 是千百年来 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 既普通又重要的工作 如今生活方式变了 但射箭这项古老的记忆 并没有消失 而是摇身一变 成了一种竞技体育项目 接下来 孩子们就来到呼和浩特市 大学路小学 认识两位小射手 这是小射手 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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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好 您怎么称呼 姓保老师 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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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好 您怎么称呼 今天刚开始见到的是咱们蒙古族的传统工 而咱们这种的叫做 现在咱们竞技比赛中准备的竞技繁曲工 脖子脖子 还记得脖子吗 我记得 可以 可以 好来 怎么碰走了 为什么学校要开展射箭课程呢 校长说出了其中的原因 通过射箭能够锻炼同学们 这个不急不躁 稳中求胜 坚韧 刚毅等等品格 帮助同学们为今后的这个人生奠定良好的基础 肥美的羊肉 唇香的奶茶 迎在博物馆的内蒙古之行从舌尖起成 看着好香啊 哇 真香 人 马 弓箭 草原文明的三点一线 勾勒出这片土地上 生息的人们绵延千年的轮廓 从风格独具的馆藏文物到班安任凳策策马扬鞭 再到学母为甘开弓射箭 我们打红星了 对于孩子们来说 这些新鲜而又生动的体验 就是与活着的文物面对面 内蒙古是祖国版图上游牧文化的极大成者 肉包子好吃 好羊肺 好羊肺 这件是内蒙古博物院的正观之宝之一 这黄金 都很珍贵了 它是不是耶律语的 我知道 耶律语 耶律语之木 我都说了是耶律语的 来点说个耶律语之木 贵乐 你加油 请听题 小花圆放门 高足飞 六位文博才子 将一起呈现他们在内蒙古的研学成果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雄开门